没有 没有 是吧 好 我原先想腾出一只手来 双手有动作嘛 现在只能单手有动作了 那个大家猫着哭鼠啊 来这里听讲座真令我感动 我今年80岁 我是第一 我是第一次踏上宝岛这方土地 在纽约的时候 龙老师龙英台文化基金会跟我通话 说你愿不愿意到台湾来讲座 我说太愿意了 我说不但愿意 而且愿意 愿意的很愿意啊 为什么我愿意到这里来 也有一个私心 我到这里来演讲啊 时间全是我的 不用翻译 我不通外语 在其他国家演讲 只有一半或者还小一半的诗音 都被我用 那一半给翻译了 我就心有不甘 来到这里呢 我讲普通话 你们说国语 当然相互交流都方便 这样的话我就接受了这个邀请 就来到了宝岛上来给大家做一场演讲 那个长话短说 多余的话都不多说了 刚才主持人陈昊先生呢 已经介绍了我那个书 龙老师一再嘱咐我 直接单刀直入 直接讲这个照片的故事 刚才那个陈昊先生呢 说我也一张一张地讲 一张一张地讲故事 是不可能的 时间不够用 给我的演讲时间是一个小时 所以就能挑一部分照片来讲 现在可以开始放映了 我就不再说那些客套话 我是在东北大连出生 在长春读大学 在哈尔滨工作了二十年 我的祖籍是山东荣城 我在这里知道有很多山东老乡 这是一个开篇吧 那两边是不是都能看到 是吧 好 这是去年十月份在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编了我的书之后 他给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营养的提纲 我自己做的营养 二百多张照片 大概能讲三个小时吧 不会要你们做三个小时 那真对不起你们了 是不是 八十年前 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他吃神裸体地来到了人间 现在这个小 吃神裸体的 吃条条的一个小孩子 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者 八十岁的老汉 我的爸爸和妈妈 在我一周岁的时候 领着我到幼儿园去 在大林出生 不是 到照片馆去照了一个像 这也都成为历史文献了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站在校牌的前面 自拍像 为什么在校牌前面要自拍像呢 构图上我只相信我自己 要别人给我排的 往往不满意 都是同学 要说说不满意 跟同学在说不满意又不好意思 我就自己构好图 我别人站在我给他照一张 我再自己站着照 到了大学第一次发了相机 很喜悦 拿起来就爱不释手 后来我们电影圈 是在长春电影圈 在大跃进中上马的 后来在大饥荒当中下马的 我在这里就和我们的同学们 我把校牌摘开来了 我们抱着这个校牌呢 表达我们爱电影 我们想把青春先给电影事业 而现在电影不爱我们了 我们称为电影的弃子 这些就看一看行了 我在文革当中 曾经被打成新生资产纪纪分子 开始是说小资产纪纪分子 其实不远 你看我三个人的地体宿舍 我把我这个角落布置都这样 现在这箱子都在我四川 给我印的李德胜摄影博物馆 原物都卷给他们了 我相信在天文画表前拍照 这个角度是唯一的 这个构图是唯一的 我从来没见过别人拍的 像我这个构图那样 因为我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别人会讽刺你这个人很傻 哪有那么照相的 我把照相机放在最底下 方向相机弄一点东西垫着它 仰角 那我站在上面 我要是这样站直了 最后脑袋小 我跟上伏着 往轻轻着 把这角度就找了一下 角度就找点平衡了 那别人就说 你可哪有这样照相的 我心里想 你知道我照什么吗 这是照出来的结果 为什么扶着身子 用最大心度的天心探着身子 这个拍照都各有各的理念 这个是我在参加了私情运动的时候 很苦啊 我们进城的时候 大家说下个小板吃 叶叶禅吧 我穿着 在大学的我自己知的毛病心 我会知道 会用缝纫机啊 这个是拿冒纫纸的 休息的时候就只在这里喝酒 这些都是一些采访的活动了 这个照片到哪里大家都笑 说为什么拍这样的照片 因为我拍照片是不浪费过去较远的 通常采访回来 我总在相机里留下一张 或者两 135就留两张 不把他排光 那个准备回来的路上 遇到突发新闻 可以把它用上 但是95% 96% 乃至99%是遇不到那个事的 回到报社的时候 然后其他的那些老议者们 你看三五张 冲了吧 就把它冲冲白条了 透明的白板的 我每张我都把它做个姿态 往那一支 各种姿态都拍过 后来接听一想 拍一个故作英雄状吧 敞开胸膛 面对敌人的刺刀 或者枪口 其实你就看着 就瞅着这个相机镜头 就是瞅着枪口了 这个照片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的经纪人在编的时候 编到这个 看着我三万张照片 他仿佛看了 突然他跳起来了 是个老外 他就高兴了 说我发现了一张 绝世好自拍照 那个我姑娘去给我做翻译 我在远处 她问什么 我就说话就行了 我女儿翻译给她听 我女儿看了以后 就冲我 爸 你怎么还有这样的照片 我又爬上去看一看 我说 这照片怎么了 后来她 跟她妈妈通电话 妈 我爸不听话 还有那样的照片 后来 我就听她 跟她妈妈说 大概她妈妈问什么照片 都露点了 后来 她妈母女俩都告诉我 不许再来 不许进书里 我说好 但是我的经纪人 就为了 为了这张照片 她就跟我 说服了我三个月 她说你同意 展出这个 也同意编到书里吧 对 这就是我的经纪人 她就为这张照片 三个月 跟我磨磨叨叨地说 她有一点老外 很尊重的作者 作者不答应 她就不敢用 她就莫及了三个月 我说 啥啥啥用了 她说到世界上 各地一展出 人们都会去这敞开心脏 这个是在西班牙展出 这是摄影节的主席 展出的时候 她来这儿照 第二天 这个主席又来 跳了一张 那个主席 就是她又来了 说再给我照一张 我说你昨天不照了吗 我昨天你没露点 那那张照片怎么跳过去了 那个就是这个摄影节的主席 也照一张 照一张 两个点都露 我比你要多露一个点 好 这都是 我接近不说了 书名 红色新闻兵 不是我自己夸自己 红色新闻兵 我不够红色 但是黑色的也不是 介于红黑之间 书名来自哪 来自这个红袖标 书编好了 书名想不起来 想了很多办法 开始编辑思想的时候也不同 说我编一本书 李振胜 一个记录历史的人 副题是 从文革到六四 我是打住 打住 编文革可以 六四的不许编 所以最后用了这个 作为这个书的名字 好 这张照片我给大家讲一下 报纸都知道是 冲着光看 读报 没有光看 自小看不出来 那么这个报纸是我拍的 这组照片 这个一个版的照片 都是我拍的 为了突出 毛主席的伪压形象 我把那个幻灯 红着幻灯的剧场来看的挺好看 但是拍照的是很黑暗 我就把它涂抹了 涂抹了 画了一面 红旗 这个像是我画不出来的 就缴了一个毛主像 贴在那里 当时感觉 报纸一出来之后 报纸就 平报栏 就说这是一个 一组好稿 平报就平穿好稿 没想到 第二天呢 电报了以后 数百上千的红兵 把报纸给包围了 为什么要包围呢 是监听的报纸 有重大的反革命实验 为什么呢 他们拿着报纸 对着光亮看 对着光亮看 这两个版呢 这两个版就重合了 重合到什么样子呢 看到吗 谁看报纸 偷亮看呢 那个时候 后面就偷亮看 说这个 要揪出来 这个反革命的肇事者 我是首要其冲的 我画我的照片 我画这个图 还故意画这个 很精力的 这个 那个箭头 正好从这个 毛鲁西套老人家的下巴 穿过去了 穿到头上 那么这个 还说 反革命的肌炎何其嚣张 还说 越看越有劲 那本来写的是 革命歌舞 越看越有劲 他就断章取义了 说看着这个反动的图案 还越看越有劲 哎呀 就立即就打成反革命 后来好在被一个总编辑保护了 但是为了这个事件 那个红营和报社的工人宣传队 组成了一个调查组 调查了半个月 证明这个事情是巧合 不是故意的 各自成板 一块印刷了 就是在那个 给我出的这个题目 在今天要讲 我记录了一个惊恐的时代 那个真的是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谁知道 采访挺好 他平时好好地 还撑着反革命的罪证 嗯 好 这也不看了 我在天安门广场上 在拍照 这个车是陈毅副总理 电外交部长的专车 在北英 当时把北英称为是 失业革命的中心 那么这个中心呢 就不准这个洋里洋气的汽车在大街上跑 但是又不像现在富有了 可以把它砸了 又不舍不得砸了 就说要发配边疆去 废物利用 黑龙江省就分到了六辆 我跟那个造反团呢 去的时候三个团 不平不移 一个团给两辆 这个就是红色 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分到了 车开到他们住户以后 红兵马上造反了 说刚刚来北英 你们这些头头就变修了 要坐着陈毅的转车 陈毅和水人 是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外交路线的外交部长 这个车他们就要送回去 我说别送 我说我跟着你们这个省委 给我们的任务是 三个团来这里 造反程度不同 各自有理念 我们这个要一碗水端平 一碗水端平是什么意思 就是都得平均地去采访 这个还是不好用 那么这个 后来他说这个车不能跟着跑 我说我有办法 后来 省委派的司机给开车 我先走小虎通 走小虎通 到了新华社 我在新华社有一个同班同学 我说你帮我找一张毛利西 在天安门市招手那个侧名照片 找了一张八寸的照片 我贴在了这个地方 贴在这 在里面贴着 贴着 一上街的时候 昏冰一看这个洋里洋里的车 就马上一下堵住 就截住 但是一看到毛利西的充足招手呢 还都并礼 那个司机高兴了 他说我开了一辈子车 还没有别人并礼的 我说这还不够 我说现在开到大师那儿 找那个文具商店 买了一张 那个是买东西 是毛利西叫他们说 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 服务员同志 我要买一张纸 笔和墨水 他马上 毛利西叫他们说 微致面服务 好 我拿给你看 如果你不信背语录 我们也理你 那买东西就这样 信背语录之后再说话 买了纸以后 我就把它裁成 当场借了他一把刀 裁成了这么大的一纸 拿着毛笔 就写反帝 因为这是美国造的 美国造的就是反帝 苏联造的呢 反修 就都要贴着 这样贴着以后 再上街一走 我就看 前后贴着反帝 我的窗里还有毛主席 长同屋组 是 有趣的是 我来这里之前 我刚刚回了 这个月的10号回到北京 8号回到北京 黑龙江 哈尔滨那个地方 要给我办一座博物馆 我已经有一座博物馆了 在那个四川的成都的 建川博物馆里 建了一座李振胜摄影博物馆 哈尔滨也想 看了那个 我工作的地方给我办 我到那里 它有个汽车历史博物馆 我看到了这辆车 那个老板 让解说员 给我解说的时候 什么 打油诗 我说 打油诗是我写的 那个 解说员说 那个陈毅总理 很聪明 他就在这贴着毛主席像 我说 那不过是副总理贴的 是平民百姓 一个照相的贴的 是我贴的 那个车就在那里碰到了 就是贴两天的事 这是在北京采访的时候 大家知道有宋彬彬 你们可能不知道 知道 对对很多人不知道 在中国很有名的 就是宋仁琼的女儿 东北级的第一书记 她的女儿登上天海门的时候 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叫 她叫宋彬彬 她说 耀武吗 毛泽西的一句话 她改成宋耀武了 鞭鞭有礼吗 那不行的 无良公尹让 不行 要要武 那么就是她的女儿 我在这里采访她的时候 别人帮我拍的一遍 好 这也不说了 文革是什么 文革就是今天我逗你 明天你逗我 逗来逗去 没好人 就这样 你能说就这样 这是我 我在最初走反的时候 我在主持会议 批斗一个 一个总编室的主任 但是过了一年之后 我又站在这个地方了 我又站在这个位置上 被别人批斗 这是用亲身的经历啊 真的是今天我逗你 明天你逗我 这个 这也不看了 就是当时那个 报社的门前呢 也都贴上乱七八糟的标语 这是也是我故作自拍的一张自拍照 剩下让底片拍什么 那个来拍 你总拍一样不好啊 多种多样的才好 这也是一个自拍像 采访归来还带着采访这个呢 采访牌帮还带在身上 怎么可以空一个 好 有了 那个时候 我每次在洗照片的时候 就准备一些非常正面的照片 你们看到这里 毛泽东的照片 那么这些照片 有一些呢 就是负面的照片 在上方 因为我是那个摄影组 五个摄影地产当中 最小的一个 他们都有老牌子 下班了 回家去了 我就开始放我那些 那个负面的 没有用的 不能拥抱的照片 那还得准备一张 这样的照片 只要有人走廊上 有咬不声了 我去把那照片往那里放 假装们的 在洗这个 很重要的领袖性的照片 好 这是暗房的工作 可能你们从书上 可能会看到 或者从报道看到 我在1968年10月份 开始被打倒了 打倒了之后 我就想 那时候没打倒之前 我就从办公室的 每天下班 把那些负面的底片 转移到家里去了 到10月份 我感觉到 我马上就会被打倒了 这个底片怎么办 有两万多张是负面的 当时叫做 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那么我就往后站一点 浮世面大点 我站着光看他们 都看不到你们 好 谢谢 后来呢 我就在地板底下 聚了一个洞 在哪个地方呢 就是我儿子小时候 就在这个桌子 角落下面 就看到一个树本大的洞 这个洞 低了一个多礼拜 为什么 它不是薄底板 这叫 在东北话叫 老毛子的房子 就是苏立 白鸽的 从建的那些 别墅类的房子 后来我 我分在一小间 那么这个就 低了一个多礼拜 我的太太呢 还要站在这个窗口上 把风 那个时候是怀着它 怀着它 还没生它呢 后来就跟着把风 只要一会儿 有人上厕所 院子的公共厕所 我就停止 停止那个鱼的声音 那个时候隔墙有耳 听到什么不正常的声音 就会噎发 那时候还没有举报这个词 就是噎发 噎发的时候 这奇怪的声音 做什么呢 来一看好 距地板呢 是不是 那就是罪过了 那就是这个照片 就证明了 这个 我们在大陆 称为一头尘的桌子 结婚的时候 凭着票 38块钱 买了一个3T桌 一头是两个腿 那一头有个小柜子 这叫一头尘 两头都有小柜子 也叫两头尘 好 我买底片这个事情啊 原来我在网上博客里写了这个故事 有一些人就说 你这是 你质疑我 这真假 对对对对 那么老年人不能摔 摔一跤就可能过去了 是 你质疑我 你要在那荒野 别人为我听说 往上去 还在露脸 是 那我现在露脸 我就看脸 就和你们不能对脸了 我要露脸 就冲哪儿呢 哪儿就算对脸了 那么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我埋了底片两万多张 给文化大革命 抹黑的底片 埋在地板底下 我们夫妻俩都被 就是 发配 柳和武器干校去劳动改造 我就想啊 听到很多情况是 武器干校的人呢 发生一个事故就死一两个人 发生一个事故就死一两个人 我就想我们俩 我跟我说 当时不叫太太 叫爱人吧 我说 咱们俩 也难说 这个事情不轮到咱们头上 如果轮到咱们头上 生命发生的意外了 这一包底片怎么办呢 在地板底谁知道 没有人知道这包底片 我们就想来想去的 选一个人 帮我们托付给他 就选这个李明达大哥 他们比我们大七八岁 他是一个学哲学的人 他就把他请到家里了 把桌子搬开 那个时候没有塑料布 刚刚有 都买不到的 就是用那个孩子 做尿布 那个黄油布 就打那个黄散雨散 用那个包的 好像能防一点潮吧 打开开给他看 他说你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这些底片 都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他抹黑的你留着干嘛 我说有用 他问有什么用 我说有什么用 我说不出来 我说不清楚 反正我相信他会有用的 他后来看着我那个很真 很严肃 很真诚 就像溜背脱骨似的 真的实际上他看着 我眼泪汪汪地跟他说呀 我说大哥 如果我们发生生命意外了 你记住这个房子 这个角落下面 有一包底片 你设法把它拿走 拿走 他钓给谁 我说谁也别钓 等到那个 气候 十到十和的时候 你可以钓出去 就托给他 他这个人真是 守口入庭 三十七年 是啊 凤凰卫视访问我的时候 就说他好人李明达 保持了高贵的沉默 这个沉默是高贵的 是啊 如果那个年代 跟厕所都听着 旁边那个坑里有人说话 说了什么话 还都不去举报呢 找一切机会 能够去举报 就像现在咱们说的那个 就是 揭发了别人 想自己立功 那立功不可能的 顶多受个表扬吧 没有机会受表扬的人 就是举报别人 来受自己的表扬 所以这个李明达 他后来又成为了 黑龙娘日报的 机关单位书役 他仍然对这个事 守口入庭 真是可贵啊 一直到2006年 尔切电视台 跟着我到中国 去拍了一个多月的 一录片 他才对着镜头 说出了当年那个故事 在武器干校 有的时候 我身上老年里在巡逻 巡逻呢 那个大美好里 是一个像 有时候也自拍一个照片 这个就像我在这 我也拍照片 不光拍单照 还拍接片 就像电影的腰镜头一样 我这个拍照是一种习惯 或者也有一种爱好 我拍照也拍一些小影 或者叫沙龙片 沙龙片是最后一种美 我拍沙龙片的时候 也把他寄与我自己的一些寄托 这个画面呢 因为当时在武器干校都说 我们以后永远不能再回到城市的一些 做我们这个老本行了 就要扎着奴村一辈子 我相信 我拍照片 我写着 天生我才必有用 这个他们看了 天生这个木头国家会有用啊 我不是说我啊 其实我就是相信明天会更好 还有一个照片 少了一张 雪地的两个小桃 过去了 在一块 我没看到 没转身 有时候在背后啊 最好经常回回头 回头才能看明白 那这个照片呢 就是雪地里两根小草 我在那旁边写上字了 雪来的名誉 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后来我到伦敦大学 做演讲的时候 有一半能听懂中文的 后来排队签书 他们在旁边卖书 我看卖书 看到卖书的我既高兴 又有点 使这个时间又要大上了 排队 百事号的人排队啊 还保持一米线 一个二个线 有的那个华人说 你就签上雪来那两句诗 这是一种小片 也就是沙龙片嘛 现在还在大陆的时候 拍那个春美的叫糖水片 我抱着我的儿子在山东老家 现在如果要你们各位青年夫妇 把你们刚生下的孩子 不到三个月四个月或者半年的 送给姥姥送给奶奶 你一定舍不得 我们那个时候舍得也得送 不舍得也得送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下放到奴村了 下放武器干笑了 只好把儿子送到山东家里 交给他奶奶照看 这就是我说了 采访西哈努克 这个西哈努克和他的夫人 还跟我们合影呢 在这里 他们住在这个花园村 中间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 是我的铁哥们 有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 大海航行靠多手 听说过啊 有那点头 有的人不知道 他是取作者 他用这首歌 疯狂了十年 后来又用这首歌 苦难了十年 因为他到了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团 江青就让他唱一首歌 他唱得足足 永远跟党走 他就说你上了江青的贼船了 你得说永远跟党走 你就是高攀江青 后来批判了 在他三楼 那个那一间房子 叫他当隔离石 也当牛棚 他就百思不解 最后想 干脆 怎么说都没用了 跳楼吧 跳楼的时候 被一个树叉给挡住了 把腿摔舍了 我说双眼啊 那个 好死不住来活着 活着咱们还有 抬头见天那一天 你都死了 你就是 叫为罪自杀 你还叫做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何苦呢 他说我像个牲口一样的活着 那像个牲口一样活着 也比死了好 总有五座牲口的时候 这是毛泽东的对岛大会 全国统议都召开 我因为是审报记者 那是政治活动 在地方上 那是拍的一号了吧 那这不正在采访这个 好 这是我的记者证 我问大家一下 你看这里啊 李振胜同志 西本报记者括号 括号是干嘛用的 干嘛用的 你先问别人说 写笔名 我说小样 他俩名呢 这是相声就说的 小样俩名呢 他说写什么呢 写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我从最早这个记者证 移到最后的十一年记者证 括号总是空白的 我真想把它填满了 叫它不白 但是始终没有做到 就是党认为我 不符合标准 不符合资格 就从来不接受我 其实这个党是谁啊 就是你身边的一个党员 他都代表党了 谁站你面前 他就代表党 我那个四 摄影组的五个记者 那四个人都是党员 他们在一块 就暗地商量 如果让李仁胜 要入党了 他就两个翅膀了 现在就是一单翅 近南的飞翔 要我上他里面上我 就想在政治上 给我堵死这条路 好 你看 后面这个记者 这跨度是十年了 后面这个括号 还是空白的 在这里 这个括号在这个地方 空白的 就是始终没有成为党员 资金也没有 后来资金不是没有 是我不要了 原来我爱你 你不爱我 现在你想爱我 我不爱你了 后来我们的同事 说你听了货大奖 你这个在国外出书了 有钱了 我说不对 我的第一桶金是你们帮忙的 他们说我们怎么帮忙你第一桶金了 我说你们千方百计地把我堵在党外 那个堵在党外 我就不需要交党费了 这个党费呢 日记月底也是一笔钱的 我说我第一桶金就是你们 不厌务入党 我省了党费了 他们就苦笑 苦笑也没话说 那他说我们算帮你忙了 对 我是帮大忙了 我说我感谢都来不及 我说我请你们吃顿饭吧 有两位给我造成了摄影生涯 造成了巨大影响的人 一位是吴云贤 他和台湾的郎靖山 知道吗 是齐名的 中国在华人的社区事业里 评出了三位华人公认的摄影大师 按年龄排序 第一年龄最大的是郎靖山 第二是温贤 第三个是香港的陈富里 这三个人呢 我都有幸跟他们做过交流 拍过照片 参加过会议 郎靖山还给我提了五辅字呢 我都保存着 也在我的博馆里展出的 这个是吴云贤 他说的下面那句话 我也不用重复了 这句话对我很起作用 我就问我 记者问我 你为什么能拍了 那么多的记录的照片呢 我说吴云贤大师 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就说过 一个就是下面这句话 我牢牢地记在心里 但是我们的同伴同学说起这个事来 看了报纸以后说 吴老师说这句话我们怎么没听着呢 你看常常是这样的 你用心了你就记住了 没用心就从这耳朵进去 那个耳朵出来 当年我在长春殿下读书的时候 吴云贤老师从北京电影县来给我们讲课 同时在长春办了一个 他的个人作品展 我站在吴老师这个鹰展的牌楼下面 我就想我什么时候 也能像吴老师这样的办一个个人的展览 时间不太多了 还剩十几分钟 还没到主题 好了继续不讲了 时间不多了 这位就是吴云贤大师 下一个是布列松 布列松他成为这个 在世界上被他邀请 还主动邀请跟他会面 又跟他拍照 还跟我合影 世界上只有一个实验师 在哪里 在这里 本人 所以他们说我 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参观盔情楼 一个礼拜以前 他们买了一炷香烧上 心想事成 我说心想的不一定都能事成 我好多事是心不想它成了 下面这些就不看了 看看尽快地放映 放映这个后面 就大师 好 好 现在从这开始 我这个一讲起来 就是得意忘形 真的 就忽略了 好 捣毁寺庙 在哈尔滨有一座 北方的名寺叫姬勒寺 温哥这时候把它改成姬勒寺 勒改成个勒 这个 红兵就把这个包围了 把这个寺庙捣毁了 那个 佛像就拿出来 那个 栅栏 经书也被烧毁 这个照片 这里面有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 你看 别人都穿着圣旅装 他穿着干部装 都是上别的钢笔 这边还拿着个帽子 我在那个寺庙院里拍照的时候 他就领着轰兵 说这个大殿里有什么东西 这个大殿里有什么东西 他就作反了 出来以为他没事 他革命了 外面的轰兵 不知道他在里面还有这个动作 也不知道他革命了 一摘起帽子来 听着声音一向 说你也是个屠律 站进去 他紧着喊 我是革命的 我是革命的 谁给听你是革命不革命的 好 这里还有一些故事就不讲了 这是黑伦江省的省长 他是黑伦江省委第二属于滇省长 叫李范武 那个武是没有利人的 这些造本派 护门兵啊 就写了个队伍的武 多了个利人 那个说他的罪状是什么 溜的发型 像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 他就是一个野性家 就是个大颇头呗 后来就拉上来批洞 批洞 你看 我赶快抢上台去 先拍了一个 和毛利奇做对比的 是啊 他这个时候发型也没往后输了 低头都垂下来 再看 红兵 上来了 红兵在后面催我呢 快点 不要影响我们的革命行动 什么行动 叫踢鬼头 怎么叫鬼头呢 那个时候这些人都是牛鬼蛇神 有鬼了吧 在那打成黑帮都是黑鬼 也是鬼了吧 所以踢头叫踢鬼头 现在有些人不愿意写踢鬼头 写踢阴阳头 阴阳头现在很时髦 是不是 对不对 这个就在这里 你看 这个人在调整推演 推演到什么时候调整呢 不好用的时候 调一调变得好用 这是常识 还有后面这个女红兵 跟着拿着东西抢不上槽 有力地位都被他们占领了 那么后来看下一个 把那个剪子调得不好用了 他往上推 推推压住 好起来 再推 好 我拍照片 很硬啊 就看那个血珠 零根拔嘛 就冒出血珠来 这个 你看 现在在后面 抢不上槽 那个女孩到前面 但是没有 不能再踢了 再踢就变成图片了 所以他又 也表达他的义愤 把那个头发抓起来 从某领子塞进去 我后来采访了一下 这个女范骨的 她的生长 生长的夫人 你看这个 踢到最后 原来 毛泥的发行消失了 变成这样 但罪名没有消失 照样是大野心呀 就像右派 摘了帽还是右派 那个后来呢 我采访过 这个 她的夫人 她的夫人告诉我 她说 我们那个时候 头发塞在身上 女的一样 一个礼拜不准你 脱衣服睡觉 也不准你解腰带 她说男同志 去洗手间 还好 女同志去洗手间 必须脱下来 裤子 一脱下 哗啦掉地下了 掉地下了 都看着你去洗手间 再踢裤子以后 让你自己 把那个屎里尿的头发 把他抓起来 这么睡进去 从后面睡进去 完全没有人性啊 人道的直说了 好 我的镜头 第一次拍到 也是最后一次 拍到毛泽东的形象 我第二次拍到 他就躺在水晶馆里 这个林彪的车 江青的车 都是专车在点阅 这个时候 胡云平拿着 这个鱼路本在干嘛呢 比赛 谁忠于毛泽西 忠于的表示 十分钟 不看了 不说了 就在比赛 谁谁都忠于毛泽西 这个场面 把这个省委书记 七个人 机体拉出来 批斗 站在椅子上 这个我必须说一下 注意这些人 后背 后面看 手都没有吹手而立 都在端着那个板子 抠着那个板子 底下往上抢着 你从正面看 你看 没有一个人的手露出来 他们为什么这样抢着呢 你一定会猜想 把纸贴在交合板上 或贴在纸箱板上 不是贴在钢铁的板上 那块板子是钢的 或者铁的 很重 他们实在承受不了 还用铁丝的栓子挂在脖子上 他们承受不了的时候呢 就用手给后面 拖一点 减少一点脖子压力 那个时候折磨人 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好 你看 各个都是 手指都都露不出来 在后面还手没有垂着 好 字就不看了 就看着 大学 一个大学被两派倒 一派占领了 一派学生要攻楼 攻楼把这上面的 这个石膏下 为什么能够还完整呢 因为它是 县委书记的榜样 教育录 一般的东西 西方那些雕像全部砸碎了 拿着那些东西 你想攻楼 想爬上 像城墙墙 爬的时候 我砸你 另外 弹药不够了 就到图书馆里来 把那些精装门的 后边的 有沉重感的书 都搬到楼上去 当武器 你要打梯子 想爬上来 就拿后边书打你 剩下来的 全都是软片的 软片没有杀上力 他们就不管了 图书馆 这个是我拍到了1968年的清明节 我拍到了处决八个人 七男一女 集体处决 先是优越势众 优越势众 这个场景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镇压反革命 你闹事 就是反革命 定你这个坏分子 是最容易的 托鸡摸狗都算坏分子 前面这个人 他们两个人办了一个小报 小报的名字叫 向北方 你们能不能 在中国都能猜想出来 这个报名就要 他俩就得枪毙 向北方是向哪里 苏修 当时标准语言叫 万恶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你想往苏联 你不死 还要活着吗 判死营的时候 因为他们想这个 出小报宣传单 怎么不至于犯死罪 所以宣判死刑的时候 这个吴炳元 他就 大喊一声 这个世道太黑暗了 他也不能 就是哈利厚眼睛就闭上了 闭上之后 从 宣判大会的会场 到压上车去 油街失众 一直在压到新厂去触觉 他始终不睁眼睛了 这是一种有文化的人的 怜死的表现 他就说 我睁的眼睛 这个世道也是黑的 闭的眼睛也是黑的 这是最后的一种抗争 好 八个人 这都有故事 不用说了 有些 我怕这些嘉宾你们都听重复了 再给放宽点尺度 放宽十分钟 好 这个人枪毙的时候 由于他闭了眼睛 那个公网口的一个摄影 就上去 卡 卡 睁眼 卡 卡 睁眼 他直接说我睁 后来我把那个人叫我来 他是我们报摄影通讯员 我说你过来 我说你别打了 人都马上要死了 你还打什么呀 我说他肯定不能伸眼了 这是最后的抗争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还用说吗 猜都能猜出来 他这后来 我说他闭着眼睛 比真的眼睛 还有故事 你拍个正眼的 没故事给你们讲 是吧 他闭着眼睛 他说什么故事不故事 我们是阴明正身 绑户刑场 执行枪决 这个阴明正身 他闭着眼睛 不算阴明正身 他拍照片又贴到死刑档那边 他各有各的工作吧 后来开始执行枪劫的时候 排成一排 孩子摘起来 摘起来的时候 本来我去好景了 后面八支枪 前面八个犯人 一枪一个 一枪定了一个 同志站上来这么一个人 站在我前面挡得像一样 就是 在正中间 他一下挡掉了四个被处决的犯人 我上去 我说 同志 你挡着我画面了 他跟着站着 挥合 他举手来了 我当时正想 谁喊口号啊 电影时都说 预备设计 谁喊预备 谁发令设计啊 后来他一举手 这边 注意 这个小妻子举起来了 他是一个最高的进展官 又给了我十分钟 他举起来 他起到一下一摆栋 那些人就听到那边 一摆栋有一个风声嘛 就开枪 这是我第一次去清场 后来我知道了 棋子不摆栋 枪不会响 后来他事后跟我讲 你这个小伙子 你那比他小 你先让我 让开你的画面 我让了他们就死不了 他那手一台就是 进展官一人想 那么我端着相机 我说你不躲我 我躲你 我就想起来移动一下 把他切到这个画面的右侧 后面看着八支枪 前面八个怪人 就说是十九十块 枪就响了 我背着相机端着走 我看我就本能地摁了一下 就歪歪歇歇的 无曲领地摁了这张照片 这就是枪刚响的那个瞬间 还有人在蹬腿呢 你看 这个就是这里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那一单一女们相约的是婚外恋 当时呢 她俩跪的时候 就想跪在一块 都跪在一块 后来那些 就是好 你们俩 平日你们就鬼混在一块 到死了 还想往一块跪 把他使劲拉 拉开了很大的距离 但是到死的时候 你看 这个腿蹬起来的 就是那个男的 最后落脸落哪了 就落到那个女人的屁股上 后来你去金展官上去看 这就该两头啊 你看 给他拉那么远 最后蹬腿还到一块去了 这跟他该是两头 你再开玩笑了 这个照片大家可能都知道 终于猫得起 三分钟 好 快过 终于猫得起 挑中度五 芒果 外国贵宾来访问 后来给毛利器送的一筐芒果 他老人家 一时吃不完 就送给了北京的工宣队 工宣队都快放烂了 说怎么办呢 赶快做成辣椒果吧 做个辣果 做了一批辣果 国庆管理团的时候 每个省的代表团 送给两颗 这里就用这个 金丝绒的盒子里 装着两颗辣椒的芒果 回到省里呢 省里再做一批 再分给各县两个 县里再做一批 分给各乡镇 就是全国 毛利器的赠送的圣果 全中国都拥有了 好 这个故事我说一说 看似很平常 也很正面的 电报了 这是有用的照片 当时可以电报 就宣传毛泽东思想 这小两口呢 农村小两口 我去采访的时候 就叫采访洪海洋运动 他用毛泽西语录 毛泽西像布置着自己的新房 很快回到报社就电报了 后来陪我当地摄影同学到报社了 我说怎么样 小两口照片电报了 怎么他们很高兴吧 哎呀你可别提了 我说怎么别提了 农村的小伙子 也开一些昏的玩笑 就说你们小两口 就在毛泽西 他老人家的眼皮底下 就干那事 昏黄嘛 说弄行吗 他本来是年轻人 互相开玩笑 后来观点都分裂了 两派了 这派就变发了 他这个 在新房里 在毛泽西老人家 隐梯子底下 就干这事儿 他后来说 我们没有 我们干这事儿的时候 关灯了 对 就小伙子说的 关灯了 就说 关灯了 关灯了怎么着 关灯了毛泽西啥也看不见了 这句话 成为反动言论了 后来就在生产队房子的开会批判他 就问他 毛泽西在黑暗当中能看到光明 对不对 那他不敢说不对啊 毛泽西在黑暗当中 在迷雾当中能看清方向 对不对 大海行情喝多手吗 这一下没说的了 那就是反对毛泽西 或者不忠于毛泽西 或者污蔑毛泽西 后来邻居那个媳妇跑他家去了 说你们家那口子 跟他批的 马上就定反个命了 说怎么了 你们俩跟新房子干点事儿 因为认为这不行 这是对毛泽西的极大的不尊重 他说怎么了 他说关灯 要开灯呢 他说没那个罪过重 他那个媳妇就跑到 这个女孩就跑到生产力 我们没关灯 我们没关灯 他因为关灯 政治问题就来了 开着灯 我们对毛泽西不够尊 尊重都不够 最后 当然这一切 批判他的人也知道这是笑话 但是拿着笑话 整人 那是常常有的事情 这是一个生委书役 第一书役的儿子 被遭到批斗 黑洋江生委第一书役 欧阳钦 他的儿子独子 被整死了 斗完了以后 从三楼的厕所的窗子 推下去 制造了一个自杀的假象 他这个 有些故事就不能讲了 后来这胡耀邦 平反 为这个 他的妈妈 总在找胡耀邦 胡耀邦 黑洋江生委 和吉林生委 打了报告 都说是自杀的 我怎么办呢 后来他妈妈说 有一个记者 拍了一组照片 后来就突然 把总编辑调我 说你把那组照片 赶快洗上 给你上午 你别采访了 就这个活 中午 第1处来取照片 我想要求后算账 也不是用尽妖处来取照片 生委尽妖处 后来我在美国遇到了 在胡耀邦身边工作的 一个软名 他告诉我 他说 这个照片是你拍的 还说最后一组照片 那个人妖之妍 那个照片也是你拍的 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 我在妖邦桌子上看到 我才知道后面那些故事 今天一说的 还得好几分钟呢 就不说了 你看 那个胡耀邦最后说 凭着这组照片 他的坚强的表现 我这么来回走吧 来回走 你们就不挡着看 说这个青年人 这么坚强 他怎么会自杀呢 后来就拍桌子 病了 平反 后来那两个省委 看了这个照片 也没话说了 这么坚强 还能会自杀吗 他会贪生怕死吗 所以最后的这张照片 这组照片就解决了他的平反问题 所以他的姐姐 他的妈妈 他两个妹妹 不是 他两个妹妹 和他妈妈 对我很感激 他最后编那个 他爸爸妈妈画传的时候 把这照片都用上去了 好 这就是美好的东西 五万人看两个人跳霸雷舞 又有十分钟了 好 又有十分钟了 真好 这个 那 五万人 这个拍摄过程 也不能说了 后面看惨烈的东西 这个 江青 就凭这个照片 就要双开 后来是被谁丢了我的命呢 大海航行高多首 那个取作者王霜印 那个时候他是省委委员 省文化局的副局长 就凭着一首歌上去了 江青派来这个演出团呢 他代表省委接待 我说 上院你说我救过你几次命 好几次都救过你的命 你给你救我一命吧 他后来 跟我说什么事以后 哎呀 老兄啊 你可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啊 这样板 我就走到台上去了 我站在这个背景幕的前面 中轴线上才能拍到这个照片 那个故事在书里都有很详细的 你们慢慢 有些故事的 你看那个书吧 最后王霜印去把这个事摆平了 把江青同志的指示接过来了 说我是代表省委接待你们的 你给我吧 我向省委传达 他说这个人不能双开 单开 说为什么 他说他不是党员 那个双开就是开始公职开始党员党籍 我不是党员不只能单开吗 他说江青同志说了 在省报工作的人 省委一贯报工作的人怎么能不是党员呢 那我就不是 是吧 这么勾勾格 那么 从后面山上往下看 这两个小人 我这还没到山顶上呢 到顶上看着还小 我就问那些坐在那里的老大娘 我说大娘 你在这看着山上是什么 啊 我们支书传达了 村支书传达了 这些人都用表现走路 啊 啊 那个我说你 我是跟这一看着就看这么大小人 能看珍珠吗 东北话 就叫 能看清楚吗 看不清楚 我说那咋不回压呢 哎呦 一回压一天的工分就没了 都要来看 这是政治任务 五万人 工分造议 那这是政治任务 来看这个样子戏 你看这人要少了 那阳青同志派的这个演出团来 那能受得了吗 那这是我 我经常闯上舞台 这就是我 哎 哎 为了挥手画面 有点不遮手段 哎 我是一个 遵纪守法 但是常常不守规矩 哎 我跟我的学生也讲 我是做记者的人 太守规矩了 你得不到好新闻 摄影记者你就得不到好画面 嗯 咱不要犯法嘛 好 我们天天阴入毛泽西万寿武将 但是他还是离我们而去了 还走在我们的前面 是啊是啊 你看 哎 真的 我们真的全国人民 天天喊的万寿武将啊 咱们没人喊 咱们还活得挺滋润 嗯 嗯 七十万人开追导大会 是黑龙江省哈尔滨的 我是坐在那个消防 消防车那个斗子里 通知他再高点 或者比以后再低点 还在这儿长影 接片 嗯 我在会场上 寻寻觅觅地找啊 那些劳模的代表们 想看到能哭得 呼天抢地才好呢 找不到 我就没有 这个终于在他那样 看到一点眼泪的痕迹 你看这个人 这是个唯一的代表 我不想发他的照片 我想发一个老 经过 四九年就平常全国劳动模范的 一个老公人 苏广明 我跟他 我说苏师傅 那个明天 我拍照片明天见报啊 我真的需要一张 那我明白 我明白 我需要一张什么 他就明白了 他说 他在急啊 就是挤不出眼泪 后来我跟你说 我说苏师傅 我知道 毛主席的老应该是事了 您的一家人都把眼泪哭干了 他说对对 是真的真的把眼泪哭干了 他说老底你知道没有毛主席哪有我的天天啊 我说是啊 我知道你啊 苏师傅 我真想发他 但是他就挤眼睛那个不行啊 干挤眼泪 哪怕流泪水 我拍个特写也行 没拍照 最后只好发了这张照片了 那个总编辑他不到会场啊 他就说 怎么就这样呢 没有那个电视上都是哭情抢地 后来我心里说 那都是组织好的 不组织 有多少人呢 我这个是真正历史的验证 真是的 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 在毛主席事事的追导会上 我没有拍到哭天抢地的镜头 真的没有 有的话我能不愿意拿那样电报吗 好 这是最后第一组照片了 不管几分钟我把它讲一讲 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有个大记者 叫刘边燕 当年采访这个时候 他写了一篇人妖之间的报告文学 他为了写这个报告文学 他到哈尔滨去采访这个 住在我们报社的招待所里 我就和他一块就采访这些东西 他就知道我有一些文革照片 所以我到哈佛演讲 是他推荐给哈佛的 所以一个记者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那个当时呢 这个人是53岁 一个县城类的煤炭公司的经理 按照干部排列排在科技之后 科技之后叫什么 叫古级 股票那个古 这是最低的人 那个干部最低一别了 叫古级 那么说他贪污 当时我看到的贪污的罪证和法庭上 罪证呢 说他是37万 后来刘宾演写了个50万 我说刘先生 我到美国见到他了 在普林斯顿 我说你怎么写个50万 他说把物资折钱 也都算了 物资有多少木材 有多少什么东西 钢铁都算钱 都算在贪污 所以当成叫做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 他的事情发生在文革 但墙壁的时候 是在文革结束之后 80年 你看 他走进了这个审判会场 他就不能高举拳头了 五花大王 他跳 跳 我是革命党 你们才修正主义 共产党要给我报仇的 我们记着说 这就是共产党判你死 我们记着议论 他说他还要等着共产党给他报仇呢 这真是个金铁的革命者 他高呼口号以后 这叫气焉嚣张 不能一样的口号 马上那两个女发影 已经控制不住他了 这两个女发影控制不了 上了三个大汉 前面一只手 看了吗 这叫摘环 就是这里啊 这里有一个环挂在上面 往上一使一个劲 就摘下来了 摘下来嘴子当了这不能说话了 也不能喊了 那么后面这个人在干嘛呢 在紧后面那个绳子 五花大王后面一引脖子就垒了 就不能喊了 那个当时我拍这个是用光脚镜头拍的 拍这么丁顶啊 那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摘下来之后他还想看话 就看下边当了当了 发不出声音来 就是在审判完之后 判死刑 压力又严实用 我想到 我在室内那个光线下 我拍他的特写不够 我想到室外的阳光下 我再拍一张特写吧 他一看相机来准备拍他的时候 他看到了 把这个鼻子的头发甩下 后来我们这个 去刑场那个路上 我们逼者们议论 说你看他就插一个大微博了 插一个长微博 我那以为 就是我昨天我也说知道江姐吗 你们知道江姐吗 大陆来的人都知道江姐 管校长知道江姐吗 是 江朱军 在这个 在重庆的扎字洞 在黎明的前夜被处决了 那他这个时候 我们就议论 整个人议的江姐啊 世俗入归 看世俗入归的场景啊 他下去以后 我看过那些死刑犯的八个人的 一下车有一些 对啊就对 他必须拖着他走 他大不十分安装的 带着重铁交铐 大不十分安装 那两个人本来是物产的 就跟着旁边走 一看《比箱1》 这不行啊 就压结状 我就赶快上下来 做压结状 其实他还是甩网啊 我不用你们压 我自己走 走向死亡点 在最后的时刻我想 我这个人给我好奇心 拍一组照片的时候 我还注意要特写中间影 大场面组合起来 因为我学电影出身了 才是一组好的组照 那么我就想 临行前它是什么样的 我就想拍这个 但是我又不能拿着相机 公然走上去 走上去拍 那个距离他还有最后一个反抗的 我猜他有这个反抗的能力 我不知道摘环之后 还能不能做到 什么能力 我跟他的距离 完全在一口坛的射程之内 那大过年的前夜 你说一个死人 临死的时候一口坛突如脸上 丧气不丧气 就在想招 怎么办呢 比方说亚洲菜柜子这里 我从这边 若无其事地端着相机 走过 打开抗力机里就调好 光圈速度也调好 在若无其事地走过 走过 因为我走过去了 他看到我没事 他相信我走过来也没事 那我瞬间就给拍了这个照片 构图产生了错误 错误就是一边大一边小 我的照片全带黑边 你们买过那个书的时候 就看都带黑边 什么就是原始构图 如果不是原始构图的话 这个照片就可以一剪裁 就把这边拆掉了 为了保持黑边 底片的边缘 看吧 就最后的时刻了 最后的时刻 是这个执行者 执行枪决的枪是空枪上场 发警长给他发一颗子弹 在这儿给他发子弹 发警长就举一些骑士来 我已经有经验了 就觉得七十万千一百就设计了 我赶快拍一下 注意这后面黑土地 黑土地头顶上全是黑 暗的颜色那是土地 到第三章 枪响了 枪响了 我也本能得 别人在你身后放个小边 你也下一条 一定吧 那么这个拍照你看 但是画面记住也是个关键时刻 烟心是黑土地的那个地方 黑头脑里面至少也是 38度 39度那样发高烧吧 枪穿透了脑壳以后 室外温度零下20多度 这个整个的温差就是 有60度的温差呀 那么你想 就像揭开锅的一样 冒气 冒着气 倒下去 在看这三张大的照片 现场发子弹 举枪瞄准 假如他这枪没哑上 不让他再打了 另一个替补的就走上来 拖把了 就另一个人上来给他坐 那么比起 旗子一响 枪就响了 那旗子的胳膊还没有放 全放下来 就是这个照片 那么 后面还有就不讲了 我修改照片 新闻听了有一句话 有图有真相 那我要说 有图 有的时候 未必有真相 我把它修改了 修改了 是不是真相 本质的真相 但是实际上还不是真相 像这个照片 如果说 这样发表电报了 第二天报纸准备报位 总领导已绝不会批论电报 为什么 这里又抵触罪行 你看 前面这个小旗子 把标语给打了 这个群众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拳头 打下了毛主席 这个拳头不当然是打下了 你看这边还把毛主席全封眼了 要现在好办 电脑上 你给人一分钟就修好了 好 咱们先告一段落 行不行 因为 因为我今天很恨我的工作 我工作要控制时间 我完全不想控制时间 这个还没有讲完 好 您讲完 你要选电报 这个照片肯定是被革命图围毁了 这个照片不能电报 是被革命群众的 高涨的革命热情给毁掉了 那么怎么办 我就修 修你们看 把这个地方用广告粉给把那小旗子给抹掉 写上个大 要不就要恶毒地篡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那是当时听几天发表的最新指示 把这个革命群众的这个 截肢 维护了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 那完全值得的 就用那个白粉给涂掉了 原来是黑框 黑框 什么人是用黑框 其实不是黑框 是红漆框 红漆框拍在黑白照片就是黑框 这不是皱毛子一起死吗 是不是 那个 那么这个呢 实在不能改了 这么有艺术所在的描绘了 就把它切掉 切的时候还不能公然地在同事面前切 拿起材料了 就切 没事的都好 分成两派的时候 他当天把毛的心放在材料上 就像刘虎兰那样 咔嚓一下 都是罪名啊 观点不同的就互相揭发 那么我就进到暗房里去 暗房门插上 我说毛主席啊毛主席 为了您的光辉形象 我也是把你给拆掉了 真的 我这样念念有词 就好像我心里就敞亮了 要不真的感觉有罪恶感 后来这个就给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舍得 我修改的照片电报第二天 我一定到清门车县把它找回来 我拿着手里想干什么用 也不知道没有用 但是我修改的 我经常保留着做个意念 谁知道后来我办了世界上的 六十多个国家和城市巡回展 这个原照片都买很重的保险才拿去战乱 好 好了 好 谢谢 不行 这个 这个 替您 伺候您这一段啊 要被 要招人恨的 因为您 您可以在 老师坐那 他要喝水 好 没事 你放着就好 不好意思 我省着这个影响画面 其实 李大哥是用 起码两个钟头以上的规格在铺陈 所以中间 讲到最精彩主题的时候 起码还落了三四段的故事 那也没办法了 这个因为很多故事呢 他后面有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背景 然后每一个 譬如说刚刚那个任仲宜那一段 就没讲 但是反正故事很多 主要这个红色新闻兵这个书啊 在三民书局有得买 否则的话 查李正胜红色新闻兵 也可以在这个 伯克莱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得到 它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 我现在还是要有一点时间 留给现场的各位朋友 就是看完了 听完了 这个李正胜的 看完了照片 听完了他的讲解 即使我们有 意犹未尽 然后但是总是有几个问题 我们开放几个时间 几个朋友能够来问 好不好 因为这个 有表定时间 租这个场地 有表定时间 之后还得整理好 之后还给这个单位 所以这个时间不多 我们请大家举手好了 好不好 有问题就请举手 那边第一位小姐 这边您第二 好不好 这边 李老师你好 我是大陆的交换生 然后我也是在长春上大学 您的本科院校 长春电影学院 现在并入到了我们大学的中文系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校友 是啊 是啊 谢谢 谢谢啊 然后我听到这个东北话也是感到非常的亲切 然后因为在直播 所以有些问题我就想留到下面再去问 然后就问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 就是我来这里四个月以后 我感觉这边的气候跟东北 然后跟您住的纽约有很大的差别 就您觉得离开故土这么多年 您在思念家乡的地方是什么 思念家乡的很多 就统称乡愁吧 比如美食吗 这是我们的锅包肉 锅包肉 纽约也有 东北人 东北人在看餐 现在纽约的餐馆啊 那个华人寄居区 那个餐馆都是连历啊 挑着吃啊 好 我们请 谢谢 这位朋友 还有问题的可以先举手 我认一下 然后看看 好 这边还有一位 老师不好意思 我比较高兴 我方便蹲着讲嘛 不好意思 就是想请问你 因为对于我们自己身为台湾人来讲 文革对我们来讲是有一段距离 那我们的资讯的传递又有一层一层 所以我们对于在中国发生的事 未必是这么一个直接能够了解 因为是不断的在转移 那像对于你是实际的经历过这一段 然后又是嫉妒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 当初的文革能够发生 是不是另外一种差别上面的平等呢 比如说现在的话 是不可能发生这种状况 比如说我揭发我的老板 那可能底下人们会为了工作 护着我的老板 那所以在您看现在跟之前的对比 您怎么去看这个 您的问题不要太长 反正就这样子讲 好 这个不光你台湾的年轻人不知道啊 文革 大陆的人也不知道 我在大陆呢 清华北大那个传民大学 还有财经学院我都做过演讲 他们那些孩子们也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的程度不压于你们 为什么官方不再倡导反思文革 爸爸妈妈如果年龄大的话 也不跟他说 爷爷奶奶肯定不说 我说哈佛大学非诚心东亚医学中心 一门摄影课讲三年 我说你们讲多少 我们讲一节课 我问了台湾的学生 你们这一节课是50分钟 管学长是不是 大陆是45分钟啊 45分钟 就把这个文革十年讲完了 他要特别强调地讲 这个文革的辉煌成就 什么辉煌成就呢 清淡研究成功了 在那个时候爆炸了 实验成功了 这就是文革的辉煌成就了 那个他是赶上石头了 科学研究什么时候成功了 都可以实验 因为它实验好了才能演报嘛 现在他们说告诉我 辉煌成就文革就是清淡爆炸 那么文革前呢不也爆炸吗 文革后呢不断地两单一新呢 和文革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大陆的同学们和你们台湾同学 一样地对于文革是无知的 无知不是你们无知 是有人无知不让讲文革 明白吗 好我们下一位是这位朋友 你好那我这边就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 就是对于 一个问题好不好 一个问题简短 就是大家会说在文革的时候可能就算是自己的亲朋友都不能相信 那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在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情况 以及为什么你会相信你的朋友而把你的照片交给他 不怕他反过来批动你吗 也是冒风险的 但是我们两口在一块儿就把报社的人跟我们接触的人一个一个地排队 就排查 现在公安的要托案的信排查 我们想托给谁也要排查呀 这个人不行 这个人不可靠 那个人怎么怎么着 我们相信李明达这个人跟我们关系很密切 一起在路村搞社交去搞私心 感觉到他很厚道 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 才托给他了 当然了 表面忠厚的人 有的人完了以后背叛朋友 那个投机钻营的人也大有人在呀 是不是 所以但是这里也冒着风险 我这个压宝压队了 对压错了就看不见 压错了就看不见了 看不见李大哥 我也来不了报导了 还有没有朋友要提问 这边的朋友举手了 你好我想 我感觉你在取景的时候都掌握很艰巨 或者是很 就是用很想有一个构图 那我想问的是 第一你不怕吗 第二你究竟怀抱了什么样的想法 在你的镜头里面想呈现给大家 好 这个取景啊 有的人取景很费劲 就是你掌握了基本功能之后 取景很轻松 不管多么混乱的场合 你都可以在瞬间当中 哪怕那小现金拿了一个手 就可以把它拍下来 这个在于一个熟练 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所以在取景这个问题 构图的问题上 对我应该不是问题 所以我就做到敢于把所有的黑边都呈现给大家 好多摄影师不敢让人看原底片的 一看原底片 哎呀你是构图 你看你就是那个那么大块当中 用的这一小块 才说得挺美好 但是你浪费了很多的底片的面积 这个我个人拍这些东西 当然希望最短的时间拍摄更多的照片 是为了节省时间 还不被别人发现我拍那些没有用的照片 所以现在大陆上有这个研讨会 我参与研讨会的时候 他们写的报道 说历史尽在没有用的照片中 是啊 那么还有很多人 我那个经纪人在大陆上召集 到一个省就问都谁拍文革了 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拍文革 都拿来看 他以为土地均能给他变化车拿来看 令老外很失望 失望是什么 他们都拍了一半 历史的一半 光辉那一面 欢呼 读书 游行 支持 他没拍那个黑暗的那一面 一个球总有一个光明面和阴暗面 这两个面合在一块才是一个原整的球 我的同事到北京去参观 我获得一个大奖以后 他们到北京去公费到北京去看展览 他们就说 你 小李子 你是三心二意义听党的话 你拍了个完整的历史 我们他妈的 还加上他妈的呢 东北人呢 我们他妈的 一心一意义听党的话 拍了历史的一半 这就是当时听话的 后来又反思了 忏悔了 我说 你能记得你忏悔了 你还应该忏悔当年你怎么整我的呀 哭恼人的笑 李老师您好 谢谢您演讲 然后我想请问说就是 对当时 您当记者拍那么多照片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曾经后悔过 就是对当时您来说 拍下那些宣传的照片 应该算是工作必须的职责 可是拍下那些 您说是抹黑文革照片可能不是 甚至是可能为您带来生命危险的 然后想请问您当时 有没有后悔做这些事情过 谢谢 后悔从未发生过 因为我已经拍了 后悔没有用 就是说实验是买不到后悔的药 是不是 我又不能把历史再走一遍 历史永远是担心到 不能转弯再回来再实验 这个 我拍照片的时候 我就遵循老师的教导 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 我就排了 不后悔 但是我知道藏起来 这个是有风险的 有点担心而已 我不相信你有底片 就是被发现了 把我枪毙了 那也不太可能 是吧 判几年 咱们出来 还是一条汉子 是吧 李大哥拍照 喜欢拍这个360度 刚刚有两个角落 我还没有问 这个角落跟这个角落 有没有朋友有问题 好 后面有一位 这边呢 这边有人有问题 您一大的朋友们 经历过风雨 经过沧桑的人 你们提一提啊 李老师我也经历过沧桑啦 你经历过沧桑啦 我也很沧桑啦 我看你沧桑都不够 好你说吧 李老师好 就是首先要跟您表白一下 因为我follow您很久了 就是您一开始 就是媒体报导您的时候 我就非常注意您的消息 那没有想到今天 既然可以在我生活的城市 看到您 真的非常的兴奋 对 真的非常的兴奋 好 那李老师我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对大陆的历史 一直都非常的有兴趣 那尤其是文革 那对我来讲就是 就是非常 非常好奇 而且这样的情境 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那李老师刚才您有说过 就是 就是刚才有一张照片是 你在批斗别人 对 然后一年之后 变成你被批斗 对 我想问的是 你在斗人跟被斗的时候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一直宠上 这个人性和人道 我在主持批别人的时候 我不忘死的批 不引导群众 产生一种激烈的状态 在你煽动了激烈的状态以后 那被斗的人就要造罪了 我主持的会议当中 曾经有人上来动手 就是好像这样 露着一个手指头 跟他脑袋上去一拧 用着大拇指上去一拧 后来我说 我说这位被批斗的 我又狠狠地说 我说你坐下 不用站起来了 你好好交代你的问题 他站在一个女 还是一个女同志 他这个赢站在他 又得摇摇晃晃了 但是我狠狠地喊着他 坐下 好好反思自己的问题 这几种情况我实际上发生 我既保护了群众的革命机器性 又保护了被批斗的人不受人权的极大的侮辱 我们批斗突然前面站在一日在侮辱他了 所以后来 我们老总编辑时候 当年我进报事是他挑的我的 后来我说赵总编啊 对不起啊 我当年主持会议批斗你了 我愿意被你主持批斗啊 他说我少造罪多了 后来又当成官服员职的一把手 我觉得人道人性 每个人都应该心中存着这种信念 做事不做恶事 不做恶事就不怕鬼脚门 所以现在有人说你是造反派 你还当着头头 是我当头头 我们为了得到修标那里采访 我自己成立了一个组织 七个人叫红色青年战斗队 就是为了一个修标 我一直到新厂去采访 没有事他站在哪里就记录就行了 我觉得亮出现一来 亮出现一来就问你是哪里的 你为什么拍照 给他记着证一看 你看黑龙江日报的记者证 好 你是黑省委 派来的黑探子 收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 将来求后算账 这个就说明什么 群众从新中国成立之后 轮番地搞运动 每一场运动之后都求后算账 反正又是最典型的 是吧 一样鼓励你大明大放 鼓励你给党提一件 好了 收口了 谁说话了谁是右派 那就是这个 所以我说说做人要心存善念 不做恶事 不求现实报 这样做就能把人做好 把人做好了才能把事做好 你说对不对 好 谢谢 李老师你好 你好 因为我刚刚记得很清楚 您说有图有真相 有图不一定会有真相 我那改了就有图不真相 那作为一个媒体人 要如何把真相呈现出给大众 然后那像我们的这些乐听人呢 要如何才能够判别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谢谢 这个现在呢 就是我有媒体人 有些现代的媒体人 能保持着说真话 不说假话 最好 能够表达底层民众的声音 而不去给那个上面的吹喇叭抬叫 我们那个年代 我也做过吹喇叭抬叫的事 那个领导高兴了 我就能够更多地获得一些胶卷 是不是 获得胶卷干嘛 拍那没有用的照片 因为平常都按照规定额发 我多发稿以后就多得胶卷 那个现在我就想到 昨天有一个媒体问我 我就提到了 当年朱镕基给这个财贸学院 还是会计学院提字 不做假账 这一国总理啊 给他提字就是不做假账 就大石头磕着放在校门口啊 你说这个不做假账这个事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你认为天经地义的事 他就不天经地义 你能怎么着 所以总理提字提个不做假账 看着人很揪心啊 是不是啊 真的很揪心 这个会议怎么会做假账呢 就做假账 所以大陆说 招人的时候 老板招人的时候 想招个会议 就问他一些事怎么做 账都是怎么做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录取了 你要说遵守法 按照规定去做账 下一个 好 我们剩下的时间 只够再有一个问题 好 这位先举手的 不好意思 不过您如果还有时间 也让您也问好不好 我是希望 苍苍的 走过苍苍 走过风雨的老先生提点 李老师你好 我非常佩服你 您比他苍苍 我非常佩服你身为媒体人 有这么高的自觉 那我想好奇的是 在那个时代那么混乱 你怎么保持 你在镜头下 是很冷静理性的去面对 好 我看了那个龙英台老师呢 在脸书上说 在那个全民都疯狂的时候 他是如何保持了冷静和专业 我没保持冷静啊 我不够冷静啊 真的 龙老师 您夸赞我了 你又赞了 但是我保持专业是真的 我的专业就是摄影嘛 专业训练了 我又拍没拍照片 能拍一张金爆的不拍第二张 这个就是专业 我的不冷静 包括在文革初期 我特别地欢呼文革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我大学毕业了以后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 如果到机关来工作 你就戴着原罪有一顶帽子 这什么帽子呢 三门干部 三门干部 从家门进了校门 从校门又进了机关门 这不俩三个门吗 你没当过兵 没当过农民 也没当过工人 你就没完没了都要改造你 就是小资 分子就要改造 毛洞发动文化那个命的时候 他就说 这是返修方修 我说这回给我摘帽子的机会到了 那当时我最早唱的一首文革的歌曲 叫做什么呢 毛主席牵手点燃的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摆电撑杠 我想了 我通过文化大革命了 我把那摆电撑杠了 我那三门帽子还不摘 改造我那个衣服还不能少一点 我现在还会唱啊 想听吗 好 毛主席牵手点燃的文化 大革命的烈火 把我们摆电成 刚 一个啊还不行 两个啊也不行 还得三个啊 还想听吗 不能听了 再听就凋废了 真的我们最后最后的那个问题 请尽量简短 就是 最后这个 李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开始在觉得文化大革命 或许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好的 他们觉得说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所谓的贪官污吏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比较简朴 不知道李老师对这样子的看法有什么意见 谢谢李老师 这个先说你的前面一个问题 就是最前面的说很多人希望搞文革 这里有几种人 有人把这些人都统成五毛 就知道五毛吧 都知道 五毛党 你网上查一下 那个百度啊 那个Google里面查一下五毛 就查出来 那这个这些五毛啊 他真的吃饱了撑的 他就认为 现在没有文革那个时候 那么 自由 应该再来一次文革 其实文革的苗子已经有了 包括前面那位先生提问的 文革能不能再产生 文革的土壤还在啊 五毛还在啊 五毛就是种子 把那些种子 罪恶的种子撒到了文革土壤上 一定会开化结果 所以 但是不会以 已经发生的文革那样 同样的形式出现了 变种是会有的 那薄熙来在重庆呢 打黑唱红 唱红打黑 那不就是变相的文革吗 是不是 那个 所以现在 我的作品的题目 总题目叫做 《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愿意到各处去讲 我自诩为为文革的不道者 所以大家愿意听我就愿意讲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我在国外的我跟他们讲 在这个地球村上任何一个角落 所发生的人为的灾难 自然灾难不能算 人为的灾难 都应该成为 全人类共同寄取的一个财富 这就是我这个四处营养的理念 另外我还主张 记录苦难 是为了不让苦难再度发生 记录历史 是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是吧 这个李大哥已经做了最好的结论 我都不用废话了 今天谢谢李正盛先生 带他的作品来这里跟我们分享 也谢谢 待会会非常辛苦的整理的志工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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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